并且每一天都能够在梵帝刚中 坐在梵星达马索团圆里听到孩子的声音 在刚过去的周末 他们的声音再次让梵帝刚充满欢乐的气氛 大约160名儿童 包括失明等各种身心障碍的人士 与教宗方制各交流 当日也有从乌克兰逃难而来的孩童 其中一位问教宗会否到访乌克兰 教宗方制各回应指 他将会在未来几天 和一帮乌克兰政府代表讨论这个问题 这帮小朋友参加了儿童庭园活动 该活动每年都会和教宗见面 和教宗交流后 孩子们在梵帝刚花园野餐 然后参观了圣伯菲力大店